焦点来关心是中共的军机不断绕台湾长航演续 国防部现在进行了反制动作 打算要把防空火网往前推 要在绿蓝宇跟绿岛进行所谓的英式防空飞带 来强化现有东部地区的空防 再搭配东海岸即将换装的天宫二型跟三型飞弹 可以组成防空火力网 让共军如果想要绕台湾都得胆战行警 这是空军现役最资深的防空飞弹英式飞弹 强大震撼声响肩负台湾中低空防任务 英式飞弹射程40公里 曾是台湾部署最多的飞弹 又曾经号称台湾爱国者 现在更要前进绿岛蓝宇等东海岸离岛地区 为了就是中共屡次的远海航讯威胁 飞弹发射了 根据了解空军飞弹指挥部将在绿岛与蓝宇 各派出一个突击牌 以及一座英式发射架 填补ADIZ防空识别区东南方缺角空防 搭配东海岸逐一更换了 天弓飞弹二型与三型 组成的东岸火力网 我们没有更多的飞弹 等于说更多的飞弹来增补之前 花冬或者说是外岛的部分 能够让它先担起 比较急迫的战备任务 再加上因为英式本身 它就是可以机动部署的 所以目前这样一个调整也是一个办法 就连新加坡都还在使用英式飞弹 看重的就是它高准确度与机动性 即便近期台湾英式飞弹状况频传 填补东海岸空防火力缺口 英式进驻外岛刻不容缓 3D新闻黄信成 前夜豪台北 常博道 我想到台湾最近用再度登上了国际版面 但这一回是出现在了联合国 2月2号刚刚公布的这一份最新报告当中 因为联合国就怒斥北韩在国际禁运令 持续生效之下 依然有办法进口石油 他点名了靠的就是台湾 买油的钱还是出口武器赚来的 等于完全没有把这个禁令放在眼里 光是去年一年他们就进账了2亿美金 但真的是如此吗 带您来看 北韩因为氢弹和飞弹需受问题 2017年8月就遭到联合国 除以石油和煤炭的贸易禁令 但联合国在2号发布一份报告 明确指出北韩石油一直煤弹吹 靠的就是台湾 大首币从台湾进口石油 钱从哪里来 原来北韩把煤矿产地 改成俄罗斯或中国 再出口到邻近国家 甚至不顾禁运令 卖武器到叙利亚和缅甸 去年一年 净账2亿美金 就和台币58亿 美把联合国摆在眼里 当然更不会在乎 即将登场的冬奥 面对全球之疑 北韩特地选在 平昌冬奥前一天阅兵 平壤官方回应超强 不甩全球一样眼光 北韩这个国际社会边缘人 继续我行我素 不过意外让台湾千人其中 却却名列联合国报告 会不会对台湾形象 造成负面影响 恐怕很难避免 咱们新闻